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老师 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什么故事呢?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呢? 啊,他穿了绿色的衣服,漂亮吗? 他叫青蛙,青蛙 啊,小青蛙怎么叫啊? 小朋友知道吗? 小青蛙,呱,呱,呱呱的叫 他的声音很大 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小青蛙是什么变成的呢? 你们猜猜 那今天老师就给你们讲一个小青蛙的故事 小青蛙的妈妈呀 就下了很多的卵小小的 就变成了什么? 啊,变成了小蝌蚪 黑黑的,黑黑的头 还有一个黑色的尾巴 小朋友看一下 他叫蝌蚪 蝌蚪 啊,小蝌蚪啊 也可以在水里游来游去 我们看一下 小蝌蚪可以在水里游来游去 他可以上草地上吗? 不可以,他只能在水里游来游去 慢慢的,慢慢的 他就变成了绿色的小青蛙 刚才的小蝌蚪是黑色的 那小青蛙呢,就是绿色的 小青蛙可以在草地上 蹦来蹦去 对不对 跳来跳去 还可以在水里游 他的叫声很大 我们看看 他两边的塞是鼓鼓的 他的嘴巴大大的 所以他的声音很大 叫起来 呱呱呱呱 噢,声音很大 你们听过他的叫声吗? 啊,小青蛙在水里游来游去 也可以在草地上 你们看 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小青蛙吃什么吗? 他们吃,嗯,苹果吗? 不是,嗯,他们吃小鱼吗? 也不对 小青蛙是吃什么? 来,看一下 啊,他们张开嘴巴一跳 他们在吃飞的什么? 啊,飞的小虫子 对不对 啊,有什么? 蚊子啊,苍蝇啊 他们把这些咬我们的虫子 全部都吃到嘴里 所以小青蛙是一虫 一虫 对,我们不要伤害它 对不对? 啊,那今天的故事就叫小青蛙 小青蛙 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 小青蛙是什么变的? 想一想 什么变成的呢? 啊,是黑色的小蝌蚪 小蝌蚪变成的绿色的小青蛙 绿色的小青蛙 啊,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再见